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前锋 张玉宁 很高兴能够在新赛季加盟北京中和国安足球俱乐部 有信心和大家取得更好的成绩 我就是放屏放屏心态 然后好好地和队友通过比赛来磨合上去这样行 首先亚冠是亚洲的最高级别比赛 所以从级别来上是更高 然后节奏会更宽 其实我也很满意就是回来之后的表现 因为也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我本以为需要一段时间嘛 但是就说一直在课场的比赛 没有和球队训练 说实话和队友之间还不是特别熟悉 包括地球方式啊 包括就是交流啊 还不是特别多 那么我也只是说相对而言 那么肯定还能更加地容易这个环境 容易这个战术体系 我希望当来回来的结果会是好的 当然也会有不好的结果 这没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方向队就没有问题 九天之内征战三个课场比赛 上南联赛完成间接助攻且打进一个进球 22岁的张宇宁迎来了回国后的良好开局 张宇宁坦言对于自己来说 之前确实没有想到 第一个中超进球就这样来到了 对我们前几天晚上就聊起来 然后我不是在韩国买了那个小饼干吗 然后给他吃了 吃完了之后他说 哦好吃明天我给你一个助手 然后结果他真的给我的助手 我就说起来 张宇宁凭借自己的强眼表现 征服了国安的球迷 而他也在比赛结束之后 用自己的方式和现场450名国安远征军 共同把这一天演绎成了完美时刻 我一定要感谢球迷们 因为他们也在客厅是不容易的 然后第二个也是自己的 来到国安的第一名进球 所以一定要去 我觉得就是本分的 所以就是感谢 张宇宁告诉我们 首例中超进球 他自己也觉得很漂亮 但是要说到目前自己最得意的进球 应该就是这次人球分过 是在去年亚运会上 和叙利亚队小组赛当中打进的 当时中国队取得了小组赛三连胜的成绩 但在1%决赛和沙特队的比赛当中 中国队失利 张宇宁受伤倒地 流泪下场的画面 也可能是去年 他在球迷们心目当中的最后一次亮相 而那次受伤 对于张宇宁本人来说也影响巨大 也很难说去具体的量化他 但是我在离开海牙的时候 球队的教练啊 CEO啊都会 都来找我道北 他们认为那个商对我影响非常的大 改变了我这个赛季的很多 准备吧 因为当时准备期准备的比较好 但是已经过去了就没有关系 我现在就是安安心心的 然后向前看 然后往前继续前进 年少成名的张宇宁 从2015年夏天起就开始在欧洲打拼 作为俱乐部和国字号球队的中锋 作为一名身批9号球衣的年轻人 他被很多人寄予厚望 张宇宁的回归也曾经引发很多球迷的讨论 而张宇宁本人表示 在他心目当中一直有自己的规划 首先出国踢球是自己儿时的梦想 就是肯定不会消失的 然后就是说结合实际 然后多打比赛 那么至于能踢到什么样的高度交给时间 我觉得只要努力了 成功就一定会来的 我不着急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我会把心思完全放在俱乐部的球赛 就在今天采访张宇宁的时候 北京中和国安球迷官方用品旗舰店的店员 告诉我们 目前张宇宁的球衣销量 仅仅次于奥古斯托 全队排名第二 逐渐得到球迷们喜爱的张宇宁 也开始渐渐适应在北京的生活 我挺喜欢球队的健身房子 然后业余生活 可能双休日的话 我想能够找个时间去一次长城 然后一个小梦想就是能够在天岸本前 拿着球照个照片 今天3月11号对于张宇宁来说 也是值得纪念且有忙碌的一天 她在上午呢 从酒店搬到了在北京的新家 还来不及去长城 来不及去天安门的张宇宁 现在最为期待的就是可以在工人体育场上演自己的主场首秀 成功